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每個耕耘者 都希望自己用心浇灌的小樹苗 能夠成長成大樹 但 大樹一定會是你要它長的樣子嗎 如果不是 怎麼辦 你會怎麼做 大家好 我叫阮心血 我今天想要 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正是這樣的一個成長故事 現在的我高三剛畢業 我即將前往我下一個學習的旅程 我要去讀的學校叫做 Minerva Schools at KGI 它有點特別 它的總部在美國舊金山 不過你們仔細看 這不是美國地圖哦 這是世界地圖 地圖上的七個點 是我在未來四年所要學習的場域 這間學校的上課以線上互動式的教學 讓每個學生可以跟他們自己的同學還有教授分享論點 他們也很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讓學生可以跟當地企業做結合 讓每個學生在每個城市都能有所貢獻 他們也很多學生之間的互動 讓學生可以跟其他學生有文化的交流與學習 所以這所學校不只是我一直夢想想要上的學校 先寫好一封信當作我主要的表達 信是這樣說的 每個孩子都非常的特別 而且都有一個適合需要他們的位置 請別把期待放在成就上 請把時間與精力放在培養人格的特質上 我之所以這麼寫是因為我深深地感受到 我父母親給我最大的祝福 就是讓我快快樂樂地成長 如果以一個小樹苗來說 我的父母親在我成長的歷程中 給了我幾塊非常重要的土壤 今天我就以小故事的方式來和大家分享吧 從我幼稚園開始 我的父親會單獨跟我們家我和我妹妹來約會 對 你們沒有聽錯 就是約會 有一次我在離開幼稚園之前 我的老師們問我說 你等一下要去哪裡啊 我就跟我的老師說 哦 我等一下要跟我爸爸去約會 老師們聽了就覺得非常的驚訝 然後也非常的好奇 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一次我爸爸帶我到了一間十元商店 說你隨便挑 你可以選一個你自己喜歡的禮物 哦 我想到哇 這些玩具我都好喜歡 所以我挑了好久 我挑了又挑 選了又選 最後我選了一個五十塊的玩具 那我爸爸就很認真 他看著我說 你知道嗎 欣血 這個玩具其實是其他玩具的五倍 但是我還是會買給你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愛你 這樣的約會呢 讓我感受到的不只是物質 而是我父母親願意花時間在我身上對我的看重 而這份被看重對每個孩子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這是會給孩子更多的自信心 這就是第一份土壤 也因為剛才那份被看重 我開始學習如何去看重別人 如何去發現每個人的價值 我小學換了一些學校 我其中有遇過情緒障礙的同學 遇過智能不足的同學 那面對於他們 我不管別人是怎麼跟他們相處的 但是我都很樂於跟他們做朋友 還有時候會被人家指指點點 或者甚至有同學跑過來跟我說 如果你再繼續跟他們做朋友的話 你可能會被另外一群人討厭 但是我的堅持從來沒有改變 因為我父母親非常支持我這份勇氣 讓孩子知道自己是可以有勇氣的 就是第二份土壤 後來我又到了下一所學校 因為一些誤會 我開始被霸凌 開始在班上被排擠 不只是班上 在學校甚至在樂團都是如此 我其實常常回家很難過 我父母親也常常看我哭泣 有一天他們就問我說 心血 要不要再換一間學校啊 反正轉學你也不是第一次嘛 很有經驗啦 要不要再換一間 我就跟他們說 不 這間學校是我第一間自己選的學校 所以我想走完它 那我父母親聽了 他們就決定 好吧 那不管多辛苦 他們就陪我走完 這就是第三份土壤 其實聽到這邊你們應該就知道我換了不少學校嘛 對不對 那你們應該還不知道的一個東西 就是我選的大部分學程 都是在我進去的時候還沒有畢業生的學程 那面對於這樣的選擇 其實我父母親的很多朋友也曾經跟他們提過 欸 你確定你要讓小孩子這樣子嗎 這樣是不是會有點冒險 你們都沒有保障 但是我自己很清楚知道 我很喜歡我的選擇 父母親應該要讓孩子知道 他們是可以勇於嘗試的 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 他們的勇於嘗試 是可以 是會被父母親所支持的 我的父母親現在就坐在台下 他們對我的支持真的是超乎你們所想像 甚至在我高二那一年忙著申請大學的時候 我向我父母親提出說 我想要教筆友的這個要求 我父母親也是全心支持我 這是我的筆友地圖 我把我在世界上 住在不同地方的筆友 用同個地圖把它們標出來 他們的年紀從12歲到七八十歲的都有 而且這些筆友不是網路上的交友喔 這些筆友是以真實的書信 跑到郵局去寄的 在我交筆友之前 我的父母親曾經和我談過 交筆友其實也有他一定的危險性 畢竟你要和世界上別的你不認識的人交換你家的弟子 但我父母親就告訴我 可以交筆友 OK 沒問題 但是請慎選你的朋友 在這段歷程中 我父母親給我是滿滿的信任 而這份信任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它會讓孩子更自愛與自重 這就是第五份土壤 在我的成長歷程中 我的價值就是這樣 慢慢慢慢地被堆疊起來 但在我這段歷程中的加值 是在一次我和我父母親的反思行動中之後 故事應該從我生四年級開始 我其實從小時候啦 我父親對我的期待就非常的高 對於我科業要求也非常的嚴苛 偏偏我始終就是達不到 其實這樣講算好的啦 不要說前十名 前二十名 通常是班上有幾個學生 我大概就是第幾名啦 那對於這樣的我 對於這樣的期待 我當然達不到啊 所以我決定寫一封信給我的父親 告訴他 爸爸對不起 我沒有那麼喜歡學科 所以我沒辦法符合你的期待 我還記得那是一間古色古香的茶館 這是我和我父親又一次的約會 我在向他真心的表白之後 我爸送給我了一句話 我依然愛你 這份愛不是一份我愛你 所以我要求你要好成績高成就的愛 這份愛是讓我父親接受我的愛 真正的我 也因為這份愛 我父親學著開始改變他自己的想法 我們的互動多了很多課業以外的事 我大考完父親也不會一直在問我的成績啊跟排名 我父親給了我很多的空間 所以在我升小學五年級開始 我向老師還有家長雙方提出 我的聯絡部不想要不需要再給家長簽名了 那經過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我自己想要對我自己的行為 所負責任的一個想法 那有一次我媽媽到學校 老師還特地跟她說 哇 這個沒有簽聯絡部的小孩 竟然比其他有簽聯絡部的小孩表現得更負責任呢 我的功課也開始有所改變 雖然我轉到了一個全英授課的環境 有非常多不習慣不適應聽不懂的地方 那我就想說 學校正好有一個處罰壞學生的課後輔導 叫做Tutorial 基本上那就是每一班的導彈大王集合大會 然後我就想說老師也在可以讓我問問題 那麼我何不就去參加這個Tutorial後呢 那我去這個Tutorial後很多老師 覺得這樣是非常有勇氣的 也非常讚賞這份上進行 那我講到這邊 其實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 每個改變都是非常的困難 都需要一股力量 那在我內心深處 我非常的清楚 我的改變的這個力量 來自於我父母親給我真正的愛 在我成長歷程中 我父母親給了我很多的信任支持跟陪伴 他們讓我知道我自己的價值 還有我的潛力 那所以我今天才能站在這邊 準備開始我下一個學習的旅程 那在啟程之前 我又給我自己一個新的任務 我想寫一本書 我的出發點非常簡單 因為天下父母心 大家都想給孩子最好的東西 但是大家都是邊學邊做 邊做又邊錯 所以常常結果都不如預期 其實我們家也曾經經歷過 希望能透過這本書和大家分享 討論家庭教育 我們家的經歷 還有啟動一場教養的反思 現在讓我們回到一開始的問題 大樹一定會長成你們所要它長的樣子嗎 如果不是怎麼辦 你會怎麼做 相信聽到這邊 很多在場的各位都已經體會到 耕耘者的心態 對於小樹苗的成長是多麼的重要 所以我想告訴父母親 如果你們想要小樹苗 長成它所該長的樣子 那你們就要給他足夠的信任 陪伴跟支持 讓他知道他的價值 還有他的潛力 至於要從什麼時候開始呢 就從渺小的時候開始 謝謝